没错,世妈才是你亲生妈妈 历史的一年,智想传统,重男轻女 当时演艇图里面的,偏偏是女人 刚刚交给你,亦都还了新人 而且还有一对红红袋 不过爱女人,她只是我外面的爱女人 所以,我将你同志男召转 去争取优势的继承 爹爹,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我和娜娜的感受? 如果我不是这么做 你现在只不过是我和外面的女人傻生 无名无分,你觉得你有知识? 在私以后何位? 志冰三十岁才知道自己的亲妈竟然是自己的小妈 可父亲却告诉她,无论她的母亲是谁 她都是邱家唯一的男丁 也是邱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邱志冰回到家后,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大妈呼来喝去 在家里像庸人一样,不免一阵心疼 小妈端汤时不小心撒了出来,被大妈一通教训 对不起,姐姐 我的汤啊,我用整担心机,等了整天的 都不关小妈的事,是我多事才搞成这样 邱志冰特意买了最好的烫伤膏给小妈送过来 看到小妈的手都被烫红了,马上就说要送小妈去医院 看着妈妈为了自己委屈求全 邱志冰还是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诉了她 秋昊正在跟闺蜜一起吃饭 而这个闺蜜也是邱志冰的秘书 闺蜜告诉她,邱志冰最近交了一个新女朋友 而这个女朋友正是大马拿都的女儿 此时小林的姨妈走了过来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好似我那个师姐 现在还有我大老板,邱小姐Charlotte Auntie你好,坐啊 姨妈刚刚从美国回来,打算再相当晚几天 姨妈把邱昊儿误以为是秋手艺的女儿 还说当时接生过她,昊儿赶紧说她记错了 但姨妈却说她记得清清楚楚 当时邱家少奶奶生了一个女儿 而另外一个产房住着的少奶奶生了一对龙凤台 姨妈之所以会记得那么清楚 是因为当时邱家提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要求 就是所有的医生和住场护士都要用外籍人士 不可以用华人 而当时她是因为同事突然盲肠炎发作 医院人手不足临时找她去顶替 且这件事邱家人并不知道 昊儿去找妈妈问当时的情况 但妈妈只记得当时二婶和小婶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怀孕 然后就去美国代产了 二婶当时因为丈夫外遇整天哭闹 但自从美国生完孩子回来后 小婶就搬进了邱家大宅 二婶也没有再吵闹 两个女人这么多年也都相安无事 根据你送来的两个头发样本 两者的DNA吻合度为99.98% 证实两者属于母子关系 邱昊儿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 可父亲却认为治兵无论是哪个妈生的 都是二叔的孩子 且他并不想与二叔争夺秋氏集团 但是他打算不向外套 但是爹地你才是邱家的长子 邱家的家业应该是由你来承计的嘛 都过了很久了 而且你是爷家还昏迷着 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 分钟再爆血管 这件事暂时你知我知好了 套而来医院看望昏迷的爷爷 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 摆明啊二叔当年就是为了生家业 要做优势的继承人 所以就将细审生的巴人 和二审的Nana调转 还骗了我们整三十几年啊 我真是不敢想象了 爷爷你听到会有什么反应啊 他刚刚走开 老爷子的手指就颤动了一下 心率直突然快速飙升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YK